好奇 今天张达尔天爱思德 还有我们的前辈的大德慈悲 我们各位老师 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 好奇 有这个机会 跟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拜德 拜读我们的早上 我们的白鹤大仙慈悲 来帮我们的慈悲降比指示的 我非常的感恩 你看 我们看 在这种 像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个疫情的扩散 在这种的氛围之下 我们还有这个机会 可以一起来拜读先佛的圣讯 可以说是 也是当这个 灾祸中的一个大幸 灾祸中的一个大幸 所以我们是要非常的感恩的 相对我们现在很感恩 然后也很专注的 要一起来拜读 那我们先来拜读白鹤大仙 是给我们的这个降谈师 来 请开始 白鹤大仙 白鹤大仙慈悲用了白鹤来也 就是他的白鹤 然后他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这四个字 关了这一首诗 诗给我们 白云千里万里 这个白云有千里远有万里远 然后香烟千里万里 这个香烟的缭绕 一诗一诗一礼一礼的不断不断的这个扩增 鹤鸣是忧是喜说 鹤鸣到底这个鹤所叫出来的声音 是忧还是喜呢 负福全在自己 其实鹤如果在叫的时候 他即使是在山水之间的 这个比较深处的地方 可是因为声音非常的清楚 所以很远的地方 他的孩子也能够怎样 鹤之 就是说听到了也能够来了解 也能够很明确的来反应这样子 所以白云大仙慈悲跟我们慈悲说 鹤鸣那是优还是喜呢 看谁呢 负福全在自己 看我们自己 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看待所有的事情 什么样的心态 来接受所有的这个人事物 这样子 那大仙慈悲说 来往游玩天地 来来往往游玩这个天地之间 看淡世俗奢靡 早就看淡世俗的奢靡了 也曾经历风雨 说这个过程当中 也曾经历过风风雨雨 不管是大仙也好 他遨游在这个天地之间也好 或者是我们处在这个人世间也好 都是一样 都是曾经历过风风雨雨的 然后呢 经历风雨雨后呢 方小暗中光熄 方小才知道 才知道呢 哇 暗中 黑暗当中的一丝丝的光亮 一丝丝的光明 是多么的重要 多么重要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说呢 由这一首诗我们可以来了解 有时候呢 经历过了一些风雨的事情 当下可能是难哀难受的 可是呢 也不是呢 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这样子 所以呢 我说 然后呢 大仙慈悲就 哇 透过这个诗 借着这个诗呢 来引导我们 安奈呢 白鹤是也 他说 我就是白鹤 我们的白鹤大仙呢 是我们的这个 长生大帝呢 我的弟子 相对的 每当的美美呢 有白鹤大仙也好 或者是呢 南极寿仙 长生大帝 他的呢 另外的 一位的 这个弟子呢 就是呢 这个呢 鹤同大仙也好 据发呢 美美呢 这几尊的仙童 来降临 来慈悲的时候 就让我们一个 很明确的提点 跟省思 我们看 白鹤也可以呢 修成了这个大仙 鹤呢 也可以呢 修成大仙 所以说 那呢 我们呢 我们人呢 我们更有机会 更可以的 所以呢 大家都要有信心 那我们看 大仙呢 他不但修成了大仙 而且呢 有时候呢 他是随驾着长生大帝 南极寿仙来 那今天呢 他是自己来 不一定 不一定 有时候大仙他 不只是来开撒 有时候他也会来 灵坛 来借窍 直接 用这个呢 发音 发声呢 用语言呢 来呢 跟我们呢 起花 跟我们指示 这样子 所以我们 非常非常的感恩 非常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非常的敬佩 敬佩呢 我们的这个 白鹤大仙 那今天白鹤大仙呢 他说呢 昂来呢 我就是呢 白鹤四野 这样子 说 今奉母子 今天呢 奉了老母的命令 这样至佛喜 来到了这个佛堂 参后皇两相 向老母来参加 然后呢 再为批语呢 参加完以后呢 才开始批语 所以我们看 可见呢 不管哪一尊的仙佛 或者是呢 不管担当哪一个责任的仙佛 灵坛来 都是要向老母来参加 所以 很明确的 我们就是 回到佛堂 也是呢 要参加的 喜喜 这个喜喜 就是呢 大仙呢 他的口语词 就是 大 大致上 大致上 这个 仙童 仙童的这些大仙呢 他们的 来接远 开筛的口语词 就是这个喜喜 这样子 那我们都知道 一般的仙佛 就是 这个哈哈 那呢 也有 那长生大帝 就是横横 这样子 那仙童的大仙呢 就是呢 喜喜 这样子 那我们一起来继续 拜读呢 大仙是给我们的 这个证文 来 请开始 东土一游 观凡间 世人忙碌 几时前 说 哇 他到东土呢 一游来 看一看 看到这个人世间呢 看到了世界上的人都非常的忙碌 到什么时候 一生当中有什么时间点是空险的呢 川流不喜人来往 十字街头长庙玄 说呢 川流不喜说 人来人往 这个人世间呢 人来人往呢 这样子呢 哇 过客非常的多 那呢 当走到了十字街头的时候呢 怎么办才好 我是要往前 还是往左 还是往右呢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人生选择的时候 那大仙慈悲哦 说呢 这个十字街头有长妙选哦 当然啦 这个呢 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十字街头的路 我们知道 我们可能会 本来我们有什么目标 要往前的 那呢 大仙在这个地方 除了说 人生面临到十字街头的选择以外 还有包含着 包含着我们的这个呢 这个呢 玄关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灵性 我们的灵性呢 他所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含义 这个有 有这样子的含义在 那我们如果有开过智慧 我们就了解 我们就了解 所以呢 如果还没有开智慧 我们就赶快 来呢 开智慧 我们就更可以来了解呢 大仙这句话 他所讲的这个重点 内在的含义是什么 再来请拜读 谁人能名其中意 未来之路如何选 所以有谁能够来了解 这当中的意思呢 那未来的路要如何来选择呢 这个就是重点了 然后大仙又呢 继续慈悲了 说来请开始 人情能暖现实面 得失荣枯肿伤感 说人情的能暖 现实面 有的人会因为呢 面临过了人生的这个呢 各种的变化 所以他就感觉到人情的能暖 其实呢 当有权有势的时候 哇 到处呢 都是朋友 人家都主动 很自动的 要跟我们的做朋友 可是呢 当权与势呢 甚至呢 钱财没有的时候呢 可能呢 人家呢 好像跟我们不认识一样 所以有句话才这么讲的呢 负债 假使富有的人呢 负债的深山有远亲 有远亲 那呢 贫者呢 他虽然呢 在市区当中哦 贫在市中呢 无人问 这样子 这个贫穷者呢 他虽然是住在这个 很热闹的这个城市当中 街市当中 可是呢 没有 好像没有人 对他有什么 感觉的 对他有感觉的人 就比较少 那负责呢 他明明住在深山 可是呢 有远亲 就是呢 哇 这个呢 几等亲 几等亲的 都自动的来相照 这个就是 大家先形容的这个呢 人情的 冷暖的 这个现实面 那相对呢 得失荣哭 得到的时候呢 哇 很高兴 失去的时候呢 很伤感 那呢 光荣的时候呢 哇 很光荣 那呢 吼 雕尾的时候呢 哭的时候呢 哎 也是一样 很就是呢 光荣的时候 很荣 很光荣 那呢 哭尾的时候 就是那光荣面 哎 卸下来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很感伤的事情 所以说 有的人呢 他就经过了 这些的 事情这样子 那呢 怎么办才好呢 哇 大仙慈悲 继续教我们了 他说了 世间百态好与坏 其中多少包与贬 所以人世间的百态 很多很多的现象 是好还是坏呢 那这当中有多少是包 就是哎 称赞我们 包养我们 贬呢 就是哎 可能呢 批评我们 甚至于呢 毁谤我们 这个样子 说人世间是有这些的 那呢 包括呢 这个人情的能卵 包括的这个呢 得失的荣枯 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 大仙慈悲啦 说 眼中所见呢 否是真呢 万般甲井呢 自欺满 说 眼中所看到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那万般的甲井 说其实呢 万般的甲井说 啊 其实自欺满 这个大仙 在阴导我们啊 就是说 我们看到了 这些万般的 这些景象呢 可能我们把它认为 这个就是真的 甚至是我们要追求的 可是呢 在大仙的眼中 竟然说什么 甲井 竟然是甲井哦 那呢 眼中所看到的是真的吗 很难说 很难说 这个呢 我们看到了 当然我们会表面看 一切都是真 甚至是我们想要追求的 可是 哪样东西是保持永久呢 其实人世间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 包括人事物 都不一定了 是跟我们想的 是一样的 明明我们看到的景象 是这样子 可是呢 人家实际呢 不是这个样子 哦 很多是这种事情吗 我亲眼看到 明明亲眼看到 可是 亲眼看到的 不是我们想的 这个样子啊 明明这个 自古以来 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 这样子 包括我们的 颜围夫子 他吃了这个呢 不干净的饭 不干净的饭 然后呢 哇 同学看了以为说 他是偷吃饭 结果他不是偷吃饭 他为什么把这个肮脏的饭吃掉了 哦 因为呢 孔老夫子带的这群 这群的弟子 已经呢 在呢 成菜绝粮了七天了 七天了 大家都饿七天了 病的病 逃的逃了 这样子 孔老夫子 他依旧呢 抚琴了 迎唱歌 这个样子 那很难得 哦 这个呢 子宫夫子 哇 想办法呢 哇 然后找来的一些这个 米了 这样子 他应用他的这个呢 哦 很会处理的 很会处理的 这个人际关系 处理了 哇 所以有得到了一些米饭了 要来煮了 这样子 哦 那呢 哇 分工合作 结果呢 没有想到 因为呢 七天没有摧食啊 所以这个 造访了是 就会有 尘埃啊 那呢 这个呢 炎尾夫子呢 把饭煮好以后呢 掀起来看一下的时候 哇 这个水升气上升 就把这个肮脏的东西呢 哇 就掉下来了 他心里想说 哎呀 如果说以前呢 不知道呢 这个呢 要珍惜呢 要珍惜呢 要珍惜 要洗五谷来讲 现在饿了七天 应该要懂才对啊 所以他就把这个 有肮脏的 这些米粒的捡起来 肮脏丢掉 然后米粒自己吃 哇 怎么知道 说实实 那十块 刚刚啊 被同学看到了 那么准 这样子 同学觉得说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那平常你这个君子 这个贤人 今天怎么 哎 也耐不住恶哦 怎么这个样子 哇 就去跟夫子讲了 那孔老夫子呢 他认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孔老夫子就说 好 他也这个老师 也是蛮理性的 很会处理 他好 你们都不要动声色 去 好 某某人 你就去请这个呢 回来 这样子 就是请言为夫子来 孔老夫子就问说 回啊 这个哦 饭不小 煮好了嘛 哇 我们已经饿了七天了 然后呢 我又昨天有做个梦 仙人说 我们今天就可以解脱了 真的 我们今天就有米饭了 这样子 如果煮好的话 那我就要来祭拜了 这样子 那因为夫子马上说 不可以了 这些呢 不可以拜了 因为这些呢 哇 有了肮脏 然后呢 我就把肮脏的拿掉 那些饭里 我就把它吃了 所以这些呢 不可以来祭拜了 这样子 哦 孔老夫子听到了怎么讲呢 孔老夫子也是处理人 这个呢 人记的 人的事情也是蛮有艺术的 他说 啊 对啦 这个如果我的话 我也会这样做 哦 完全平息的 哎 没有说 同学说你怎样 哦 不是在问题上谈问题 因为往往我们在问题上谈问题的话 就会研发出更多更多的问题出来 这个样子 哇 那就很明确答案就出来了哦 所以说哎 我们他同学明明是亲眼看到啊 可是呢 不是呢 同学想的这个样子 说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什么事情 哎 是亲眼看到 可是不是像我们认为的这个样子哦 那大仙讲的呢 除了刚刚我们举例的这些人事物以外呢 哎 包括 我们心中所追求的 哦 所追求 所想要的这些呢 哎 这些 是真的吗 哎 不一定哦 大仙把它称为呢 万般甲井 他把它称为万般甲井 他说呢 来 请继续拜读 一朝梦醒呢 方悔恨 红尘世事呢 如云烟 所以当然有一天呢 哇 梦醒来的时候才悔恨 哎呀 我追求了这么多 甚至我用呢 我的很多的时间来追求的这些 竟然不是永久的 有一段时间 这些人 财务 权势 跟着我 哦 这个人这间是我最幸福了 我拥有最多了 可是哪里会知道 一段时间以后会改变呢 哎 可能人 哎 人是改变了 人是改变了 哎 钱财可能变成别人的 这样子 透过各种的因素 可能变成别人的 甚至于呢 我的美貌 我的身体状况 哎 好像不是我抓得住 即使呢 哎 现在的这个呢 包括 美容的技术啦 这个呢 保养的方法 技术都很好 都非常的好 而且都非常的进步 即使有办法这样子 表面上看起来是 好像很不错 可是哎 当我们自己照镜的时候 真的内在的那个 我们外在的这些认为 觉得的美好 真的内在的内心深处 真的有给我们真正的信心吗 真的有吗 质问一下 真的有吗 这个基础是实在的吗 哇 如果不是的时候 可能呢 我们心中就会有那些空虚 空虚点就跑出来了 空虚点就跑出来了 就是因为有这些空虚点跑出来 所以我们人才会有烦恼 明明这个人 保养的非常的好 外貌看起来非常的美 美妙 这样子 明明这个外表看起来 哇 好像很风光这样子 可是 为什么烦恼那么多 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有这一点点一点点 小动的这些的空虚感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大千词没错 一朝梦醒的时候 有一天梦醒的时候 才悔恨 原来我用这么多的心思来追求的 不是 我以前认为的真的这些 原来不是真的 都会随着岁月的改变而改变 这样子 说而且红尘世事如云渊 红尘世间的事情 好像云渊一样 哇怎么那么快 怎么那么快呢 就改变了 怎么快那么快呢 哇年税增加了 这样子 怎么呢 我好像要抓都抓不住 这种的情形呢 来请拜读 问君能有几分乐 悲欢离合肿心酸 哎呀 这个大仙人问我们这一句呢 这么无奈的言语 你看他说 问君能有几分乐 说 他很坦白的问我们哦 我们有几分的快乐 当面临悲欢离合的时候呢 心中总是心酸的 都是这个样子的哦 欢的时候呢 哇 他的背后有这个悲 合的时候呢 哇 不知道什么时候离 这个样子 所以说 当呢 有欢的时候 很快乐 可是当悲的时候 很痛苦 合的时候 哇 很高兴 离的时候呢 哇 很心酸 所以大仙慈悲说 悲欢离合这个过程呢 哎呀 都是心酸哦 这样子哦 再来请拜读 逆旅人生中非久 何时方可故相反 说呢 逆旅 逆旅就是像旅社啦 旅馆啊 就是呢 不是的 这个不是很顺利的旅程 这样子 哦 那呢 说我们寄居在这个人世间 好像呢 寄居在旅馆一样 不是终究我们的家 虽然说 哎 那间房屋 明明是我们买的啊 明明是我们买的 这样子啊 哎 可是呢 哎呀 这个呢 这个田地啦 这个田地呢 经过一段时间呢 是经过呢 同样的这个田地呢 是经过呢 哎 八百祖啦 就是说 这个空间 这块的田地 某某草带 是谁人的 几十年后 又是换谁人的 几十年后呢 哎 又是呢 换谁人的 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说 大前才慈悲说 孽女的人生呢 终非久 终不是永久的 何时方可 故相反 什么时候才要回家呢 什么时候才懂得要回家呢 说呢 人世间呢 不是我们永久的家 我们还有一个呢 灵性呢 永久的家 哦 说 希望呢 哎 时间到了百岁年后的时候 我们的灵性能够真正的回到呢 哎 我们原本的家哦 哦 哦 那呢 说呢 有限光阴呢 创无限 平凡之中呢 寻非凡哦 我们看哦 就像哦 哎 我们说呢 在有限的光阴当中呢 创造无限 那平凡当中呢 也在寻找非凡 哦 平凡当中寻找了非凡 就是说 哎 哎 明明我们是过着人的生活 没有错 可是呢 一样 来创造了非凡的 非凡的人 平凡的人生来创造非凡的价值 就像我们的大仙一样 哎 他是百贺 可是他却能够呢 修成了 哎 百贺童子 哎 成为了大仙 百贺大仙哦 所以 一样的 亲爱的家人 我们都有某一种很好的这个 根基 根基 所以当我们来到凡事 到凡事的时候 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何方 那呢 哎 很自然而然 因为有好的根基 所以呢 自然而然呢 就会有呢 上天会透过呢 这个人事物 甚至呢 像今天 百贺大仙的起 起点我们一样 提醒我们说 哎 醒来吧 醒来吧 哎 你的来时路 来时路 是从哪里来的 要记得哦 好 就像当初呢 这个呢 哦 慈悲 很慈爱的 这个呢 弥勒佛 当他呢 哎 再来 这个 他在释迦摩尼佛时代呢 他呢 哎 成就呢 往生乐 到这个都帅头天的时候 因为他爱天下的众生 所以他也是一次 两次三次的再来 这个样子 那他有一次呢 哎 就是呢 投胎呢 到了这个 这个呢 浙江 浙江的这个 义乌 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就呢 哦 他就 哦 幸福 那一代是幸福的 哦 那呢 幸福 哦 富大事 他的名字叫富义 这样子 然后呢 哇 做什么呢 常常呢 就是抓鱼 因为呢 那个村庄呢 有一个大祠堂 有一个大祠堂 所以他常常呢 都会去那个地方呢 去抓鱼 这样子 哇 抓啊 抓啊 哦 那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天 他也是呢 去抓鱼 这样 只是不过 他呢 平常的抓鱼 他是很慈悲的 哦 别人呢 就是 抓了就很好了 可是他抓到鱼的时候 都一样再把他放到 笼子再把他打开 放到水中去 然后呢 跟这些鱼啊 虾啊 这一类的水族类 跟他讲 说 哎 去者去 留者留 哦 就是呢 你要去者去 然后直者直 就 你要 你要游走就游走 那你不游走 你要给我 那就没话说了哦 好 好 你不游 是你自己不游走的哦 好 那才把他带回家 这样子 那有一天呢 这个呢 松头头就是达摩呢 哎就来找他了 然后呢 提醒他 然后呢 就叫他呢 看水中的影 哦 叫他看水中的影 然后就提醒他 哦 提醒他说 跟他说 哎提醒他说 哎 然后就 就说哎 这个都说在头天上的你的天宫 天宫里的这些你的东西都还在 你什么时候回去 这样子 结果他看了以后 他从水中呢 看了自己以后 哇 这个光环 光环然后过去呢 他都了解了 所以他就了 他就讲了一句话 就说 这个呢 民医的这个环境呢 民医的这个 哦 的医院呢 一定很多的重病患者 甚至呢 云南杂症的很多 那呢 这个呢 炼铁的地方呢 一定很多的炖铁 要需要炼嘛 所以 哦 我怎么可以这么快 就回到天上去享乐呢 不可以 我一定要来度众生 我一定要来度众生 所以他就开始呢 把这个呢 哎 这个篮子呢 笼子 罗啦 就把他 哎 宜南就把他丢掉 丢掉了 哦 哦 那就 请教了 这个呢 松头头 然后他就开始走他修道的路 哦 度化众生 哦 这个就是 哎 富大士 这样子哦 那呢 所以说 哎 亲爱的家人 就像这种情形一样 哦 这个呢 松头头呢 达摩呢 他来企化了 这个富大士 那呢 今天呢 哎 包括 哎 哦 我们的这个 白河大仙 今天也来祈点我们啊 何时 方可 故乡反了 什么时候才懂得要回故乡呢 所以呢 要在呢 有限的光阴呢 来创造无限 哎 有限的光阴如何创造无限呢 就是说 明明我们可以活几十年没有错 可是由于呢 我几十年当中 所做的事情 这个价值 却可以延伸 却可以延伸 甚至于呢 哎 这个好呢 却可以留给这个人世间 更多的好 这样子 这个就是 以有限的光阴创造无限 就像我们圣前仙佛一样啊 就是以有限的光阴来创造无限 你看 我们现在 除了拜读 圣佛的圣讯以外 我们也会拜读呢 圣前仙佛所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这些经典啊 这个就是呢 有限的光阴创造无限啊 然后呢 一样呢 圣前仙佛也是在当初他的平凡 平凡的人生的过程当中 来寻找出非凡的人生价值 所以到了今天 你看 我们看 他们呢 是道成天象 然后名流人间 甚至于呢 享受人间的香烟 不断 不断不断的享受人间的这个 你看 我们一样啊 我们也都会有祭拜 各位大仙 各位大仙 包括有祭拜的这个诸天神圣 通通有这 只要这些正神 我们都都有 通通有拜他 这个就是呢 圣前仙佛呢 做给我们看的 就像大仙慈悲的 有限光阴创无限 平凡之中呢 寻非凡 来 再来 请拜读 人生真谛在何处 助人为乐 心温暖 说人生的真谛在什么地方呢 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 助人为乐 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很高兴 很温暖 很温馨 很奇怪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明明是给予啊 不是财务给予 就是呢 精神 精神上的 哦 关心给予 这样子啊 或者是呢 时间 拿时间出来帮忙人 这个样子啊 聚方 要助人就是一定这个样子嘛 至少要一个什么 最简单的一个什么 微笑 微笑 一样啊 哦 如果对啊 这也是啊 所以说 好奇怪 就是聚方 我们有帮助人的时候 我们心中自己 就觉得很温暖 啊 明明是给予呢 明明是给予 为什么心中会温暖 这个就是本性 然后母生给我们的 这个很美好的自信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聚方呢 我们越帮助人家 越快乐 越快乐 所以大先慈悲说 人生真谛在哪里 就在这里 我的快乐在哪里 在这里 就是在这里 就是呢 助人为乐 哦 大先慈悲哦 他呢 提点我们 提点我们哦 哦 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真谛哦 再来简拜读 格楚心物与隐微 豁然贯通视野宽 哇 格楚心物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欲望 这是基本的 没有关系 那呢 只要不要超过 不要超过这个样子 所以说 那除了基本的 一个人的欲望以外呢 我们可能还会增加很多 这些就是我们的心物 那呢 增加出来的这些 比如说呢 生人家的气啦 嫉妒啦 怨恨啦 不OK的这些想法 这些 这些就是心物 那这些心物呢 多出来的 对我们没有帮助 不但没有帮助 而且会牵我们走错路 走错路 说错话 做不对的决定 这个样子 甚至呢 会迷失 迷失 好人就不肯相接近 好话听不进去 不好话呢 不好的话听进去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 命述当中 有一个名称 叫做呢 空亡 空亡就是呢 好人他就不要接近 好话就听不进去 不好的话呢 就全部把他 就跟着走 这个就是空亡 就会走错路 说错话 做错决定 哇 人生就 哇 可惜啦 就可惜 就会造成很多呢 后面的 后悔懊恼跑出来 就是会这个样子 哇 那大千慈悲 这些就是 心物造成 所以呢 他叫我们呢 这些多出来的 这些心物呢 当他呢 在呢 隐位之间 就当他刚刚啊 产生出来的时候呢 就要隔除了 我怎么这样想 不对呢 哇 赶快把它 消除吧 我怎么会想要这样做 不对吧 那赶快我要放下 这个样子哦 所以呢 在呢 不对的心物啦 不对的这个念头呢 产生在 隐位不明显的时候呢 赶快把它隔除 然后呢 哇 隔除以后呢 就能够豁然贯通 还好 还好 我有放下 还好 我有改变 这样子哦 那呢 四月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 这个眼光呢 四月就放宽了 这个样子哦 哇 感谢大仙呢 引导我们这么细腻哦 他不是只有叫我们改外表的这些不好习惯而已哦 他还关心到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根本处哦 就是说 革心物与隐微 非常的感恩大仙慈悲 来 请拜读 饶忍原来是饶己 退后原来是向前 叫我们呢 原谅 原谅别人哦 所以呢 当我们呢 得礼的时候 也可以饶忍哦 因为我们 往往很容易呢 得礼就不饶忍 认为我对 认为我对 我们就不饶忍 就一定要了 追根就底 一定要给我一个 一个 公平吧 用公平来形容 这样子 哇 那这样子就 就会 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思呢 在这些呢 是非对错得失 这里来放很多时间 心思心思在这个上面 那就会浪费掉我们的很多的时间 时间跟精神 那就可惜掉了 事实上呢有时候虽然是我们对 如果说真的我们对啦 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我们对 我们认为我们得礼 也不一定是我们得礼啊 对不对 哦 这样子哦 所以说 好啦 那我们是我们对好不好 是真的我们得礼好不好 哦 大千慈悲啦 说我们也可以原谅别人的啦 为什么 原谅别人是原谅自己 其实从古往以来 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们都可以了解 当原谅别人的时候 哎 哎 后面他意想不到的好处 哦 意想不到的好处哦 很多很多这种的情形哦 那最简单的嘛 我们拿最现实的 好 现在 刚才啦 不要说现在刚才 哎 刚才就是刚才 可能心中我们还有存放一个 谁不乖 谁不好 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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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的时候 嗯 大千慈悲说 饶人原来是饶己 好 好了 我这些都放下了 这当下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 舒坦的 很舒服 说原谅 对啊 哦原来哦 原谅别人是原谅谁 是原谅自己 原谅我们把人家的这些呢 过过错错 过错过错都 错啦 过啦 罪啦 全部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 好重哦 好重了 这个就是给自己啊 给自己加重担啊 那这些全部放下了 好原谅了 原谅了 哎 用原谅啦 用饶恕啦 其实不一定啦 没关系啦 今天让我们赢啦 说好 说原谅好了啦 好 原谅了 好 这当下我们是舒坦的 舒服的 哦原来 大千慈悲的 原谅别人 就是原谅自己 所以呢 哇 饶人原来 原来是饶恕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拿别人的过错 来折磨自己 对啊 为什么我们要别人拿自己 别人的 我们认为的罪 拿来折磨我们自己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 哇 不要这个样子哦 饶恕自己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要说饶恕别人啊 举皇我们心中有不高兴的时候 赶快跟自己讲 哦 百合大千慈悲 饶恕自己吧 哦 叫百合大千疼惜我 百合大千爱我 舍不得我心中有烦恼苦痛那么的多 所以百合大千叫我要呢 原谅自己 饶恕自己 说哇 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 哇 就心开了 就心花怒放了 哦 就能够像大千一样 哦 云游呢 在呢 这个熬空当中 这样子多么的自在啊 哦 退步原来是向前 你看我们要插秧了 我秧插下去了 我一定要退后一步才能够再插秧啊 我如果 我不要了 我就是不对了 不退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插秧啊 那到秋天我们就没有收成啊 这样子啊 就是会这个样子啊 所以我啊 虽然退步 表面上是退步 其实呢 我收获更多 所以大千慈悲 哦 退后呢 原来是向前的哦 再来请拜读 何言月色少称分 法喜开怀心舒坦 说好的脸色 好的脸色呢 心称分 少称分 少生气 所以呢 我们什么时候的 就是说 要生气的时候 想一下 那好的脸色 可能呢 我们睡觉起来呢 那一下的脸色呢 不一定是好看的 因为会有睡脸 睡脸说 我们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 当我们呢 醒来的时候 提醒自己 笑一下 不一定要笑出声啦 可是呢 可以自己 微笑一下 微笑一下 这样子啊 哦哦 何言月色 哦大千慈悲 希望我们每一千的家人 哦都很漂亮 那这个漂亮来自于哪里 何言月色才有办法漂亮 明明呢 长得很标致 明明长得很酸 可是呢 脸都不好看 脸色都不好看 这样子如何 标致 如何呢 帅呢 哦 所以 一定要何言月色呢 才会好看的哦 所以大千慈悲 叫我们来 何言月色呢 亲爱的家人来 笑一下 笑一下 哇 对啦 你看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 哇 比刚才帅多了 比刚才美丽多了 就是这个样子哦 记得哦 常常提醒自己 何言月色 笑一下 少生气哦 说 那这个样子就能够 哎呦 伐喜开怀呢 哇 常常伐喜 伐喜呢 哦 心舒坦了 心舒服得哦 再来请拜读 正确观念 原则守 礼让为先呢 修圆满 说我们要保持这个正确的观念 然后呢 哦 原则守好 正确观念就是说呢 哎 饶人 原来是饶己 退后呢 后退呢 退后原来是向前哦 这个就是呢 正确的观念 把他锁住哦 然后礼让为先 哦能够礼让就尽量礼让 哦能够让人就让人 能够有礼貌就有礼貌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能够修圆满哦 再来请拜读 学修讲办赖信念 知足常乐呢 心静田说哦 学就是学到 修就是修到 讲就是讲到 办就是办到 那学修讲办呢 哎 靠什么 靠信念 我有信心 有信心 我今天就是在学到 那学到以后呢 哎 我有饶人 我有退后 哎 我有和颜月色 我有少成分 哎 我有法喜开怀 我就是在修道了 我就是在修道了 讲到哦 今天把我们所听到了 包括呢 大仙的慈悲 哎 包括哦 书牛 包括我们的各位老师慈悲的哦 那呢 讲师慈悲的 哎 我们把他 哎 分享 分享出去 甚至于把这个资讯的分享 这个就在讲道了 现在讲道的方式很多种啊 哎 靠的嘴巴以外 还靠的这个网路的传递 哎 这样子很多种的方法 这个就是在讲道了哦 那呢 甚至引导他 哎 一起来哦 哦 可以一起来 一起来上这个课哦 哎 一起来开智慧哦 来学习哦 这个就是在办道了 哦 你看 学修讲办没有困难耶 可以的哦 靠心耶 可以的哦 然后呢哎 就把他行出来 知足常乐的心静田 哇 而且呢 因为有学修讲办了 所以我的时间都用在这上面 哦 那我的 我们的欲望就减少了 那我们就能够呢 知足常乐 很快乐 快乐 而且呢 心中常常 很安静 田呢 就是 很舒适 很舒适 我的大环境 可能没有马上改变 可是我的心中却能够 好像呢 哎 很舒适的这种的 很安静这样子哦 再来 请拜读 平常之心而处事 享和清明 自在安 说 保持着平常之心 哦 来处理 面对事情 那呢 哦 享和清明 就能够呢 很享和 而且呢 很清明 而且 常常能够 很自在 很安然 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如果 对道有信心的话 我们心就能够安 对上天有信心的话 我们心就能够安 心能够安的话呢 我们的本性就能够定 本性能够定的话 我们所做的决定 所做的决定 就能够正确 这是重要的 再来 请拜读 圣人凡人在一念 生于红尘而不染 说呢 其实要成为圣人 要成为凡人呢 其实在一念之间而已 一个念头来决定 所以呢 我们身处在红尘当中呢 却是不染尘 哎 哦 我们也是一个人 可是我们身处在红尘当中 却是能够不染尘的 来 再来 请拜读 菩提 觉悟了生死 万事万物 道中含 菩提 哦 这个是范语 就是呢 觉悟的意思 哦 就是觉悟的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呢 显现出我们的这个觉悟 然后来了解 了解生死的事情 然后呢 万事万物呢 道中含 就是说我们能够呢 了解呢 万事万物这当中 都有含的 道的含义存在 所以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 大仙慈悲 一分耕耘 一分祸 一分感应 一分浅 只要我们有一分的耕耘 就一分的收获 然后我们有一分的浅诚的心 就能够有一分的感应 得到好的感应哦 既然有一分的感应 一分的诚心 就会有感应 那我们有万分的诚心 也能够有万分的感应哦 再来 大仙也慈悲哦 所以感应的事情是非常的多 太多了 不管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城市 哪一个呢 地方的同修家人 都有非常大的感应 而且这个感应呢 是大大小小 甚至呢 哎 有人呢 常常因为心中呢 不离仙佛 心中不离老母 所以心中常常都有感应的 大事小事 大念头小念头 他们都感 都时常都会有 很好的感应 所以呢 口口声声都是会 感谢上天慈悲 感谢仙佛慈悲 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感应说 哎 这个是仙佛引导的 是仙佛帮助的 这仙佛给我加灵的 加灵加智慧的 这个样子 所以就有很多的感应 万分成心 就万分感应哦 所以说 哎 大先有慈悲哦 说 指点我们说 勤者有功呢 懒则败哦 坚持不懈呢 过万侃 说哎 勤者有功 所以我们要勤劳 所以我们尽量 学修讲办 哦 要勤劳 学修讲办以后呢 要把它行出来 哦 行出来啊 这样子啊 所以有行 有把这些行出来 就是勤劳 勤劳一定有它的功效 产生出来的 万分神心 万分感应嘛 所以它的功效就会出来 哎 不可以懒斗哦 但我们想要懒斗的时候 哎呀 这个礼拜不要上算了 哦 不可以 百合大先说 勤者有功哦 哎 所以要记住哦 那呢 要坚持不懈 然后只要能够坚持不懈的话呢 过万侃就能够经过 哦 经过呢 各种各种的不顺 放心 各种的不顺呢 自然就能够化为平顺哦 好 再来请拜读 当知成长需历练 普玉琢磨价值天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成长是需要经过历练的 所以当有历练的这个过程 可能会比较辛苦 比较忙碌 可是呢 大先慈悲说呢 普玉呢 经过了琢磨以后呢 他增加他的价值 普玉也是一块石 等于一块石头一样啊 可是呢 就是因为经过雕琢以后呢 哇 才有这个白菜的这个玉 才有什么的 哇 美丽的这个玉的佛像 才有很多很多 他的价值才能够增加来 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今天是一块普玉 要经过历练 经过雕琢 这个呢 人生的价值 本性的价值就增加了哦 再来请拜读 折善而从乃智慧 熟礼行道带天轩 所以能够选折善的来跟从 来随宠 这个就是智慧的表现 然后呢 守礼守住这个真理 来行持这个大道 而且带天轩哦 刚刚讲的 学修讲办行 就是带天轩哦 我们大家都可以的哦 来 请拜读 恢复本性 真善美 大爱传递满人间 说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恢复我们的本性 很真 很善 很美好的哦 我们要记住 我们是呢 真善美的哦 今天要创造了真善美的人生 把这个大爱呢 传递满人间哦 再来请拜读 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深深的体会 信中的意识 然后呢 拿出我们的真心 诚意的来向天来表白哦 再来请拜读 认理修真积极行 正己成人度有缘 说我们认理然后真修 积极的来行动来行使 端正我们自己也成就了 所有的这个呢 成就更多的人哦 然后度化跟我们很多很多 跟我们有缘的同胞兄弟姐妹 再来请拜读 今日事始不多告 此后母座凡礼天起习退 说 大仙说他今天是到这个地方 没有要再继续 然后他向喇姆持架 返回到底天哦 亲爱的家人慈悲哦 感谢大仙慈悲 提醒我们恢复本性真善美 所以大仙呢 要我们创造真善美的人生哦 所以现在把两手大拇指都举起来 创造真善美的人生 来讲一句 创造真善美的人生 哦 噢哦哦 那今天到这个地方 恰是有不恰的地方 求今母凯恩 见母慈悲是之容宽 百合大仙慈悲是最容宽 那最后求百合大仙慈悲 保佑我们各位亲爱的家人 和家平安健康快乐 谢谢